最近很多人在搶換日幣現鈔 因為日本的央行17年來首度升息 好多銀行就出現 有人想要趕快搶起來 換著放下來 因為像是合庫的現鈔 賣出就大增將近八成 還有要擔心說 接下來去日本玩 這會不會變貴呢 旅遊業者認為說 目前應該不會變 可是未來這個日幣 如果升得比較兇 團費真的有可能增加 我要用台幣換日幣 拿著台幣千元大鈔 到銀行櫃台指定換日幣 日本央行結束負利率政策 17年來首度升息 引爆民眾搶賣 大批民眾趕著提前上車 搶便宜捕獲日元 也讓各大行庫的日元現鈔 銷售量大幅提升 像是台銀日元存款 就增加超過4% 一銀現鈔售量也增加23% 合庫最誇張 現鈔售出大增進八成 但日本升息 日幣接下來如果上漲 不管是到日本吃這熱呼呼的 鰻魚飯 還是體驗日本的祭典 旅遊成本恐怕大幅飆升 住宿還有遊覽車 還有相關的交通 日本如果你是自由行 日本的電車或者是地鐵 各方面費用很高 甚至日本的新幹線費用很高 不過眼下短線 日元部長反跌 20號更下探4個月低點 台銀日元現鈔賣出 價格來到0.2141 關鍵就是這次升息 利率只從負的變到0到0.1% 幅度微乎其微 如果美國將息幅度縮減 每日利差拉大 日幣還會再跌 你還是換日元了 我覺得148到150 這個日元還是很便宜 這個投資自用兩箱儀 那你可以用便宜的日元去投資 或者是買日本的這個 以日元計價的基金 相關基金做這個投資 今年第四季之後呢 有日幣升值的機會的話 那你還有機會再賺一波會差 關鍵還得看美國聯準會20號 針對今年降息的態度 專家看短線要靠會差 大賺一筆有挑戰 但可以趁線下低點 進行長線布局 東森財經新聞 六層張華貞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